显言少叙书归正文 京冲说阅这部书啊 上礼拜给您说到一处小地方 叫秦会反送 为什么说这是个小地方呢 在整部说阅来讲 这个地方所占的情节比重啊 不大 但是呢 它很关键 它是一个转折 打仗开始 岳飞开始走下坡路 之前立下的各种丰功伟绩 全都可以忽略 牛头山多厉害 以寡敌众 最后把金乌珠逼得退回黄龙府 立下赫赫的战功 皇上 金陵继位 后来迁都临安 视为南宋 就这么厉害 怎么样呢 应了咱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用得着你岳飞的时候啊 怎么都行 你岳飞是我大宋朝 晴天伯玉柱 驾海紫金粮 你功劳大了 可不用你呢 你什么用都没有了 赵沟这一迁都 岳飞怎么样呢 大处在家 丢官贬职 回老家河南向州汤银县 岳飞不在朝中 另一位功勋的元帅 韩世忠 也不在朝中 被封贤安郡王 他的属地在哪呢 在润州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 都不在临安 也就是说赵沟面前呢 这几位大忠臣 可都没有 那没有忠臣怎么样呢 就必然得有奸臣 奸臣当道 而且没有忠臣劝谏 自然叫大行其道 谁呢 先说两个小奸臣 一个叫苗复 一个叫刘正彦 这两位怎么回事呢 这两位本来呀 就是临安截度使 临安通派 本身就是临安本地的官 因为二人修建宫殿有功 皇上要迁都啊 由金陵迁到临安呢 这二位一盖宫殿 盖得富丽堂皇 深得皇帝的欢心 结果把这二位提值了 升职了 升成什么呢 升成左右都督 这官可就比临安截度使 要大得多 那是皇上的近臣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 是小奸臣 小奸臣怎么样呢 照样能兴起大风浪 暂且按下这两人不表 咱还接着上回书说 秦桧两口子可就回到大宋朝了 回来之前 那金乌珠对他们夫妻千叮宁万诸 这一年多不是白养 你要看说月全传原文 这个回目 叫乌珠施恩养秦桧 施恩呢 跟金眼镖没头的关系 这不是人名 这是一个动宾端语 施恩呢 施以恩惠啊 为什么要养你秦桧 不能白养 放你回去 你得为我做事 所以要秦桧发誓 少奸叔给您说了 如果我秦桧 不把大宋江山献给郎主 叫我后生被鞠而死 什么意思 我得长被鞠 长达背疮 在当时来讲 这个达背疮 被鞠这种病 是绝症 治不了 跟现代来说 动手术 西医的方法 没问题 开刀 过去 两宋时节 甭说两宋 少奥就给您说了 到明朝时候 这病都是绝症 徐达就死在这上的 再往前人更多了 这就等于是毒事 发了这事 金无珠放心了 把这夫妻两个人放回大宋 到陆安州 陆安州 节度时一看 有皇上的旨意 灰心二帝的旨意 不敢怠慢 派人给送往临安 书说简短 到了临安 面见皇帝赵沟 赵沟 这一听 秦的人回来了 在他的耳朵里 有这人 有这人知道这人的名字 但对不上 知道这人的是随着灰心二帝 到了北国 但这么些年过去的生死未卜 不知道这人什么下落 一听说回来了 还带着皇王圣旨回来的 哎哟 那 可得好好见见 当时船指召见 丹池以下秦货跪倒 在地叩见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旨意呈上 呈到赵沟龙树岸上 赵沟打开了一枪 圣旨之上写得非常清楚 秦货回来了 而且这秦货回来 是奉我二帝的旨意回来的 那意思就是让赵沟啊 要好好善待秦货 哎哟 赵沟这一看 这是我大宋朝的忠臣呢 这么多年流落北国 不但没死 还能回来 看来这是报效我大宋 赵沟当时船指 看在爱卿啊 多年未改 这么些年 流落异国他乡 不但没投降 还能回来 好 朕封你礼部尚书之职 这官不小 你要知道六部 利护礼 兵行公 六部之内 按说 看上去 礼部可能弱点 你说跟利部比 跟兵部比 跟行部比 礼部可能稍微弱一些 弱归弱 级别可一样 他不是处级 也不是局级 他是正部 您别忘了 这可了不得 在当时来说 正二品 利护礼兵行公六部的上书 一把手啊 No.1呢 他一人说了就算的 他管什么呀 祭祀 这归他管 教育 归他管 外交 归他管 大牌艳艳 归他管 礼归他管 您做吗 可现在来说呢 外交部长 兼文化部长 兼宣传部长 都是他 您琢磨琢磨这人了的吗 不光秦桧 王室二品的告命夫人 一样 秦桧二品 王室也二品 好 这一来 夫妻二人就陡然而起 临安城内建造府地 各位秦桧这一开始 这起点可就非常之高 李部尚书 郑二品的官员 到后来慢慢往上走 最后到大丞相 您说得多了不得 刚一个李部尚书 能陷害岳飞吗 不成 非得到了大丞相 到了太师 到了这份上 才行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这是绍兴四年的事 绍兴四年 您可记住这时间秦桧 回转宋敬 当上了李部尚书 那么在当时朝中来讲 那你说就没有一个忠臣吗 秦桧回来是大奸臣呢 刚才你说了 苗复跟刘正彦是两个小奸臣呢 全是奸臣 没忠臣吗 有 还有一位老元帅 就是王渊 前面若丹给您说了 保着赵沟啊 君臣七个人 金乌珠打进金陵 逃命 逃到海盐忽烟朔救驾 当时随行的那几个人里 就有王渊 现如今岳飞 罢处在家 韩世忠远在润州 那么朝中的军权 军政大权 可就都在老帅王渊之手 这一天 哪天呢 双将日前一天 您回去看说叶全传原文 这写得很清楚 在双将日前一天 老帅王渊传下军令 次日五谷点某 到教军场祭祺 之后练兵 那也说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单单要交代这一天 是双将日 这是有目的的 这是一个故点 过去的老的典故 就是双将这一天 因为这是二十四节气里 要令起来 排序是第十八个节气 也就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 按四季这一分 一季呢 是六个节气 一到六是一个 七到十二是一个 十三到十八呢 就是秋天 十九到二十四呢 就是冬天 那么十三到十八这六个节气里呢 最后一个节气 就是双将 那为什么要在这一天 祭祺练兵 这是两档的事 各位 先祭祺 祭完祺之后练兵 这是过去的规矩 因为过去讲究啊 双将日以后收兵 双将这一天一过 对不起 不打仗了 两下里各自收兵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 你要说这二位打得跟热窑似的 刀刀见血 枪枪见红 那对不起 不管这个 应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所以冬天打仗的事有的是 李肃血业取蔡舟 这仗历史上比比皆是 不给您细说了 但一般来讲 如果没有深仇大恨 没有切夫之痛 两下里打仗 到双将这一天 各自收兵 那什么时候再打呢 来年立春 歇一冬天 来年立春 或者 来年经折 所以你看他讲究啊 经折呀 经折以后动物才出来呀 人也是动物啊 那怎么样呢 经折以后再打仗 经折以后觉得这身的骨各方面 恢复过来了 经折以后再开仗 所以过去打仗 就打中间 这一咕噜 双将之后收了 立春经折以后才开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老王渊 传这道军令 是有目的的 明天就是双将 五谷 五经天 教场集合 典名过谋 然后怎么样 祭齐 祭完齐之后 教军场练兵 练完兵之后 可以说这一年 没什么事了 因为现在本身也处于和平时期 金宋也没交兵 所以这道令传下去 一夜无书到第二天清晨 临安城外教军场 老王约命军政司点名 各将都来了 篇富崖将 齐聚两相 伺候元帅 这边军政司啪啪啪的一点名 张三李四房二麻子 这一点 两个人没来 谁呀 就是方才说 这两个小奸臣 一个叫苗处 一个叫刘正彦 莲务三某 头一某不到 二一某不到 三一某还没到 您各位常听书 这什么罪官 杀头之罪啊 斩罪啊 可王冤呢 很给面子 王冤知道 这二位不好惹 现在是左都督 右都督 仅在我之下 而且呢 这二位是皇上 驾前的红人 就因为把这宫殿 修得特别的好 皇上很赏识 他们俩 莲务三某 先别着急 我派人去问 派中军官呢 到二人府上去问问 怎么回事 不多时 中军官回来了 启禀元帅 给您打听明白了 感情啊 这两位都督 这两位都督 奉了万岁的旨意啊 今天清早 西山打围去了 这二位有事 而且这是皇王圣旨 那这一笔呢 那就不能上你王冤这来了 你这只不过双将棋棋练兵 人家那人奉皇上的旨意 干嘛去 西山打围去了 您瞧 感情哪都有西山 这林安也有西山 确实是 什么昆明也有 石家庄也有 甭官怎么说吧 西山打围去了 哦 王冤这一听 那要照这么着 那就算了吧 这二位不到 这也不能勉强啊 这是有皇上的圣旨啊 好 祭旗 这边该祭旗祭旗 该练兵练兵 忙活半天 书以简洁为妙 忙活完了 这边可以就散了 各归府地 不表别人 单说老帅王冤 带领手下亲兵家将 回城 有打城外 进城 进城之后 奔自己的府地 路过一个所在 这个地名 可以说在咱们这套书里 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名 也是杭州到现在 还有的这么一个地名 名唤 仲安桥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你要听后套说乐 仲安桥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场可歌可泣的 壮丽的战役 就是师权行刺 这是后套说乐里一个名段 仲安桥啊 师权是岳飞的结拜兄弟 岳飞惨死封国亭 师权要为哥哥报仇 一直隐忍不发 赶上秦货下朝 路径中安桥 师权呢 在这桥 冻在底下这蹲着 事先踩好了到了 那都一言多少天了 知道秦货下朝 必经此地 这一天秦货这一来 望上一闯 行刺 该着 秦货命不当绝 为什么呀 秦货发誓了 我后生被拘而死啊 我不让人行刺 给我刺死的 所以师权没成功 就是把秦货啊 给刺伤了 那这儿 这么多人 师权寡不敌众吗 这么着把师权抓了 师权大骂秦货 这一骂 秦货急了 上 师权这一死 各位 到说越最后一回 封师权 叫仲安桥土地 师权涌镇仲安桥 到现在仲安桥 那还是杭州 一处非常有名的古迹 但在当时来说呢 仲安桥也是热闹繁华 你要看南宋时期的 一些史料笔记 您会知道 仲安桥这个地方啊 多的是什么呢 多的是高兰瓦舍 这个地方 演绎十分发达 我没赶上 当然您各位也没赶上了 是不是 咱就是看书 看古迹 说这个高兰瓦舍 粗略统计 十六座 就在这仲安桥两侧 这点演什么都有 有记载的 唱戏的 皮影 傀儡 杂技 等等 要我这么想 说书肯定也有 那因为在唐宋时期 说书已然很发达了 说混话也说三分呢 这也很发达了 所以说呢 仲安桥 这是一个很热闹 很繁华的地儿 王渊的回府呢 也要经过仲安桥 行至在仲安桥起近 猛然间呢 王渊骑马呀 他是武将 不坐轿 就在马上 王渊往远处一瞧 打仲安桥那边 过来一群人 当先两匹高头大马 马上两个人 别看老头岁数不小了 眼神可好 俩眼睛一点五的 一瞧 认出来了 非是旁人呢 苗妇刘正彦 这两个小奸责 可也就看见老帅王渊了 这二位赶紧尤打马上下来 立于道边 王渊 怒从心头起 用手点指 斗 好大的苗妇刘正彦 你二人 不是奉旨西山打围吗 怎么在这 哎哟 怕什么问什么 怕什么来什么 这二位一琢磨 坏了 两个人呢 往前紧走几步 说普通通跪倒在地 那实际上根本就没站住 想不跪也不成了 喝太多了 望这这一跪 帅爷饶命 袁帅饶命 嘴都说不利了 话跟不上趟了 你二人 阴喝喝酒 早晨呢 漱口来着 这个是漱完口啊 这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好 打早晨起来就喝 那喝的怪不得呢 喝成这样了 又把王冤气的 双将日 祭祈练兵 你们俩躲在府中喝酒 这像话吗 王冤真有心把二人的命要了 可再一想啊 这二位是皇上驾前的红人啊 我要真先斩后奏 皇上也不干 王冤把韩清望下压了压 毕竟是老元帅了 再朝为官多年 幻海之中的这些事啊 那老头比谁贱的都多 所以说呢 老头把这韩清使劲放下 摁冷 苗刘二人 这样 本帅不杀你 但是 你二人毕竟违犯军规 而且啊 藐视本帅 我判你二人军棍责打之刑 来啊 把二人给我拉下去 打 王冤这一传率令那意思呢 要打二人二十军棍 每人二十棍子 哎呦 这二位一听 磕头如鸡千岁 你相反 帅爷 伤了伤了 别打了成 这怀有商量 您眼带 我们二人这是出犯 实在啊 是不知道 早上起来啊 把这事 给忘了 不是有意藐视您 您看在我们二人 为皇帝立功的份上 能不能 能不能 饶恕我们俩 这哥一般人 饶 饶了蝎子 他妈也不能饶你们俩呀 你们俩夺的罪棍 先悟三某 刚才咱给您说了 悟三某就是崭刑 悟完三某不说 有意欺瞒本帅 不是说你们喝多了 没实话实说 说奉旨西山打围 再往中了说 这叫欺君之罪 皇上没传旨 你们二位 愣说皇上传旨 将你们俩打猎去 这多的罪官 杀了真不多 但是 还是那句话 老王渊久在浣海 那对于官场上的这些事啊 老王渊比谁都明白 而且也知道 现如今呢 宁得罪老的 别得罪小的 我七十多了 我还能活几年呀 这二位现如今正在炮上 他们俩日后飞黄腾达 皇上这又喜欢他们俩 我要真给他们俩一个难堪 当街则打二十军棍 恐怕二人就得记恨我 王渊思来想去呀 干脆做个顺水的人情 反正现在啊 也没什么事 金颂也没交兵 我把他们俩饶了 也就是 老王渊这一发善心 各位 脱口而出 好吧 念在二位将军初犯的份上 就不择打二十军棍 但倘若再犯 定然不饶 是是是 多谢元帅 多谢元帅 死罪改活罪 活罪改没罪 身赤几句之后 把这二位饶了 您琢磨琢磨 这是多大的面子 卡大卡大的面子了 这是 塔大卡大的人情了 您二位没罪 什么事没有 呲几句 完了 这要搁一般人 感恩戴德 这老元帅 太给面子了 当天晚上 就得拎二斤点心 就得瞧瞧老元帅去 您得谢谢人家 您琢磨琢磨这二位 为什么说这二位叫小奸责 跟别人想 跟正常人想可不一样 王元把他们俩饶了 王元回府咱不提 单说这二位 也加喝多了 这二位聚在一块 这一合计 这老东西 当机羞辱咱们二人 是啊 还当着这么些老百姓 当着这么些当兵的 这叫咱俩下不来台 是 你说 怎么办 怎么办 一不做 二不休 把老东西 不就完了吗 光把老东西 卡住了吗 还要怎样 干脆 就像你说的 一不做 二不休 咱们呀 今夜晚间 先杀王元 把王元全家满门杀了之后 咱们索性啊 咱就杀进宫中 把皇上一载 咱哥俩平分天下 你看怎么样 各位 您听这么多年书了 这样的奸臣有几位啊 这可不是小奸臣了 这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奸臣啊 这得多逼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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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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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般人来不了 你知道吗 这二位 多大胆子 借着喝酒 就因为当街 深斥几句 这二位不但要杀王元 还要进宫宰皇上 为什么这么大胆子 就因为朝中无人 方才胆给您说 为什么开书要铺垫那几句 就一个王元 七十多了 只要王元不加防范 不加小心 把王元一除兵权拿在手中 这二位叫有恃无孔 没人治得了他们 谁能治他们 岳飞能治 岳飞在哪呢 在老家汤银县 韩世忠能治 韩世忠在哪呢 在润州 在镇江 都离这儿太远 远水解不了 尽渴 怎么样 给这两个小人 可乘之机 书说简短 当夜晚间 三经十分 两个人点起 本部亲兵 聚在王元府地门前 一声呐喊 冲进府中 好可叹 老帅王元上上下下 连亲眷带家将 一家九十多口 命丧在两个兼责之手 死了 这是三经十分的事 四经十分 这两个人 带着本部人马 已然闯进皇宫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不但王元没防备 所有御林军 也没防备 好杀进宫来了 太监这一禀报 赵狗 赵狗本来睡得正香啊 好赶紧 没头就往后跑 深攻深四海 往后跑啊 往前跑 往前跑 撞上刀 撞上枪了 即便如此 那您想 苗府要刘正宴 这两个人 真要有心搜 有心抓 皇上就得命丧 两奸臣之手 就在这时候 来了一个解围之人 谁啊 赵狗新纳的一个妃子 西宫刘妃 刘妃文听啊 别看是个女人 非常沉着 带着公俄才女 可就赢出来了 那边说 她怎么这么大胆子 她姓刘 苗府刘正宴 刘正宴也姓刘 刘妃呢 是刘正宴的侄女 管刘正宴叫叔叔 两个人有这么一层亲眷关系 所以说刘妃这一琢磨 只能我来了 皇上 躲进深宫 刘妃呢 带着公俄才女 出营 营这两个奸臣 两个人各持宝剑 杀红脸了 那就是把皇上一载 两个人就平分大宋天下了 哎 在这时候 刘妃出现了 用 二位将军 啊 苗府这一看 刘正宴的侄女 我不说话 老刘 怎么着 刘正宴一看 别连他一块宰呀 毕竟人管我叫叔叔 就算他现在是娘娘 那他也是我侄女 什么事 二位将军 叔父大人 一切身看来呀 老王渊 以老卖老 鞠躬自傲 众臣呢 早有不平之色 您二位把他杀了 对了 当今万岁呢 也是昏庸之辈 有他在呀 这大宋江山也好不到哪去 切身我呀 支持您二位 启示 但有意见 您二位要考虑好啊 毕竟现在 赵沟是皇上 您真要把他怎么样 倘若四面八方秦王的兵将一来 人家的兵将是多的 您二位本部兵马是少的 到那时重寡悬殊 寡不敌重 这可就不好办了 就这一句话 苗父跟刘正燕 互相对视的一眼 刘正燕心说行啊 我还真没瞧出来 我这侄女还有这算计 那你说 我们应当怎么样 您哪 就应当先把皇上囚禁起来 逼皇上传位于太子 新君这一继位呢 岳飞啊 韩世忠啊 这帮人必定要前来朝贺 您二位设计 就把岳飞跟韩世忠啊 匡进临安城 蒋二人当场勤住 一刀毙命 到那时 您二位在平分大宋疆土 这岂不是高枕无忧吗 忧 苗父跟刘正燕一听 行啊 清除于兰而胜于兰 老刘 你这侄女 不错呀 啊 我觉得也是 他这主意挺好啊 老刘 还真别说 你这侄女 不错 挺好 哎我说咱哥俩 喝就喝就 日后咱哥俩 平分僵肚 哎 我册封你这侄女为正宫 你看怎么样 行了 那这么着 闲职序就免礼吧 好当时这二位本来哥俩相撑 立刻 变 输职了 好这儿是 老丈人 那是侄女姑爷 喝 旁边这些当兵的 公俄才女 听说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说这苗父多得胆子 啊 这就准备要册封正宫了 好 但不管怎么说 各位 刘飞这一句话 把皇上的命算保住 不然的话 真要让这两个奸责 把皇上杀了 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笑话 可就出来了 没有这么轻松的谋反之事啊 这二位好 一合计一盘算 什么准备没有 这就把大宋江山推翻了 哪有这么容易 话也说回来了 还是那句话 朝中无人 岳飞跟韩史忠 两个人有一个在朝 借这两个奸责 十个胆子 一百个胆子 这二人也不敢反 这就因为 岳飞跟韩史忠都不在 给了两个奸责 可乘之计 二人这一合计 好 刘飞这主意不错 就按他怎么办 当时可就传令 让新富家人看守啊 各个衙门 防止有人 泄露消息 这边呢 两个人假传一道圣旨 命人呢 到汤阴去调岳飞 只要岳飞一进京 我们俩就把岳飞抓着 就给宰了 我们就高枕无忧了 说越全传 原文这么写 各位 该找大宋 气数未尽 该找 两个奸责呀 还是水平策略有限 看派人看的是哪 看的是各衙呢 立护礼啊 兵行工啊 刚才来说的六部 看守的是这 你为什么不派人 看守各家大人的府邸 光看守衙门 不看守府邸 你怎么就能保证 朝中文武过关 跟你们俩是一条心呢 这就是二人失算之处 单说朝中 有一位忠臣 这位忠臣呢 岁数不大 但现如今呢 做的职位可不低 做到什么职位啊 尚书 徒业 谁呀 叫朱胜飞 这个忠臣呢 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你要查大宋朝 查说月 这人就出现那么一回 再没出现 但这人呢 就出现了一回吧 哎 还就可圈可点 这朱胜飞 是什么角色呢 刚才俩给您说了 这官职叫上书 仆业 上书这两个字 好理解 礼不上书 也是这两个字 仆业 仆人的仆 业呢 是社基的社 读在这 这是个多音字 不能读仆社 叫仆业 上书仆业 是个什么官呢 您都知道 有上书省 上书省有长官 有副官 这个上书仆业 就是上书省的副官 也很了不得了 在唐朝之时啊 这上书仆业 就是当朝的宰相 您琢磨 了不得 多大官 到了宋朝呢 南宋以后呢 也就是左右丞相 一样这官不小 列举几位 您各位知道的名臣 当过上书仆业 头一个叫长孙无忌 房玄陵 杜儒惠 楚随良 就是列列几位足矣了 这几位都当过上书仆业 您琢磨这官不小 那么在此时 高宗在朝之时 上书仆业叫朱盛飞 是个忠臣 一听说二则子谋窜 好 遣心腹家人姓朱 叫朱义 您看 主人姓什么呀 朴随主姓 您说主人叫朱盛飞 派个奴才叫王毅 您听着就别扭 奴怎么能不随主姓呢 是不是 所以他叫朱盛飞 自然这个 仆人的名字叫朱义 派朱义干嘛呀 带着自己写的一封密信 前往河南象州汤阴县岳家庄 要赶在传旨钦差之前 去掉岳鹏局 岳飞得回朝保驾 这边 书以简洁为妙 诸以星夜兼程 可就赶到汤阴 那么这时候汤阴怎么样 好 岳家庄啊 叫一片其乐融融 好 好 谢谢观看